用棉棒再加上汆水或酸醇 收縮水 毛巾如果用蒸氣蒸過 不要說毛巾熱過頭 因為太熱會傷害什麼呢? 用很辣的熱毛巾敷著會傷害皮膚的什麼呢? 會傷害皮膚的什麼呢? 對,傷害皮膚的血管 微絲血管 因為血管是Fastal 微絲血管是Capillary 什麼治療呢? 其實呢,按摩 什麼的 物理上面的 她這個,不知道她怎麼問 但是她說 物理上面的治療 Physiology 的Therapy 即是不是化學 還有Physiology 其實呢,可以說物理和外表 什麼治療呢?是外表化和物理化的 什麼叫外表化呢? 就是按摩 按摩 因為按摩是你在外面這樣看 看得到的嘛 物理師是 即是完全沒有化學 即是沒有產品 就是跟她按摩 是的,跟她按摩 那些就是抹擦 啊... 揚金谷的功能 是用來做什麼呢? 在個身體上面 揚金谷 功能? 是的 Kelomine 舒緩 舒緩和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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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和有油性的皮膚 一起配合 我們稱之為甚麼皮膚呢? 油肝又油 油肝 一塊肝一塊油 是的 叫做混合性 又有肝又有油的皮膚 是的 如果有擴張了的血管 還有有些扭 不是扭是泡泡 好,而這一種是 告訴我們皮膚 是很過敏的 在鼻上我們稱之為走租鼻 它其實沒有說過鼻 但要注意,如果是的話 就是走租鼻 走租鼻英文是甚麼字頭? Rosacea Rosacea 我想問你 玫瑰花是英文甚麼? Rose Rose 通常我們問玫瑰花是用甚麼文的? 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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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問玫瑰花那時 就用鼻文 所以Rose那些是跟鼻有關的 走租鼻 但是Cupulus 就是有Capillary這個字 Capillary是甚麼? 不知道 Capillary是剛才說的 洋金國嗎? 不是 魅瑰花館 魅瑰花館 是的,魅瑰花館 魅瑰花館 所以呢 這個就是跟魅瑰花館有關 尤其是 魅瑰花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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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走租鼻 然後 應該是正路來的 因為我想 不是我們作出來的 因為我們認識了 何馬那些字 然後就說 這麼巧的 什麼 那個淋巴 系統呢 之所以有淋巴系統 目的何在呢 為什麼會有 排去那些污垢 和增加什麼的流量 好 記得 其實淋巴系統是什麼來的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是什麼來的 用來做什麼 用來做什麼 用來做